中共18届中纪委第8次全体会议在昨天召开 会中审议并且通过了这届中纪委向19大提出的工作报告 不过不同寻常的是 这次的会议提前于七中全会前召开 是数十年首见 这与王岐山的去留是否有关联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时事评论人邓玉文 来为您进行分析 邓先生您好 邓先生您好 是 所以我们看到会议不仅仅是提前了 那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 王岐山在会上到底说了什么 到目前都没有公开 甚至有媒体说王岐山给消音了 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倒不是王岐山消音 因为如果这个不公布的话 他可能有其他的考虑 比如说在这个文件 他是要在19大上要经过代表的讨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可能是不公布的 那么也有分析说 这个王岐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的会议上正式的宣布要退任 那么您的看法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 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王岐山卸任了中纪委书记 这是否显示着他就会来主掌筹划当中的中国国家监察委呢 应该来说按照唐里来说 就是王岐山他肯定要卸任这个中纪委书记 因为这个我们讲海国几天就19大教会了 19大教会那个时候正是要设议论了 那么在这次的会上他也有可能会考到表达说一个 像这个全会 公纪委全会表达的声音的这么一种一个意思 不管他是否就是说是否会就是说加一下团委会留论还是不留论的话 他肯定是要公纪委书记是做不成的 那么这个是否会做这个监察委呢 有这种传说 但是现在也不好确定 那您觉得对于即将要召开的这个19大上 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观察这次的会议呢 对于19大的会议的话 角度的话我想有这么几个角度 一个就是说 这次会议会提出一个就是在未来五年 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总的一个战略框架的问题 这是涉及到未来的一个实际的方向的问题 第二个角度来到呢 就是习近平的思想是以什么样的神势录党章的问题 党章肯定是录但是以什么样的神势 是以他的名字来还是不以他的名字 如果以他的名字呢 是有什么叫法呢 这也是一个看点 那么第三个看点呢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大家很关注的人事问题了 这个如果说是不同的 如果说人事安排的话 有一次变数的话 那可能反映了这个中共的这个 特别是习近平的 他的个人的这个权威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大概可以从这三个方向有个看点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有一些看点就是说 十九大事法会提出一些出能意料的一些这个 这种政策也好 或者说法也好 这也是算是一个看点吧 好的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所做的点评 我们下期待的看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